有意思的很 要批倒我的时候 就是心脏脑胀一起出来一翻 我校长天生 有个国家科委啊 一个韩要重视我支持 我的杂交水道研究 拿到这个韩之后 啊这家伙 这个工作组到底这是批倒对象 是保护对象的呀 结果是保护对象 救了我的命 这个 也是 也是 那时候很厉害的 袁隆平研究的是高产杂交水道 但在三年饥荒时期 他也饿过肚子 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叫湖南就是过骨子 那真难受的 我亲眼看到五个卧瓢 倒到这个田坎上 路旁边和桥底下 我是几千万人了 文革时期 许多科学家卷入政治风暴 袁隆平却躲在一旁 静静的做他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两派的 什么保守派 超五反派两个斗都斗是吧 你是哪一派 我们到云南 到广东 到海南 去搞南帆去了 我在 人家的单位 我不 不盖入他们的这个 什么两派斗争 是可可欺欺的 反而给我们的 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我们可以专心 自制的研究 我们的杂家道 如今他回望那段荒谬岁月 对文革有着激烈的批判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 五九六零六一年 三年 昆南时期 过了 六二年开始豪杂 还没几年 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 又搞到乱七八糟 又把知识文字搞来一屁 国家 类似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么一个文明普国 搞得这么乱七八糟